哈囉大家好 今天這段影片要帶給大家的是有關於華碩的ZenUI設計 那我現在手上這台手機是華碩最新的ZenFone 3 Deluxe 那基本上ZenFone 3系列的手機都已經是搭載最新的華碩ZenUI 3.0 那其實在3.0的部分呢 做的更新是比較著重在桌面的個性化設置 比如說我現在看到這個桌面的背景 當我的手機進行上下左右擺動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這個背景它的變化也是有隨著改變的 所以可以看到下面這兩個光橫本來是在這個位置 可是我們移動的時候它的位置有做一個機會的改變 有點像這個2.5D的一個普遍效果 再來提示就是它在主題的地方是提供更多的個性化設置 比如說我們現在進到ZenUI主題 我們可以看到它多了一個我的專區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它可以進行我的創作 就是它等於說它是可以做SynDIY就是主題的DIY的部分 首先你可以選擇桌布啊 假如說我們選擇這個狼 然後套用 然後還可以用它來製作布景主題 就是你可以去挑很多 比如說我們從我們剛剛是選擇桌布 我們可以選擇它的造型 比如說它這個APP的形狀要是 每一個APP它的形狀的框要是什麼樣的形狀 這個它給了蠻多個性化的設置自己去設置 然後比如說小工具的顏色是 什麼顏色啊都可以去做一個修改 那基本上它就可以看到這邊的 它這邊上面就有預覽的圖片 比如說這個時間就變成你剛剛是的紫色 然後在設定這個快捷欄位的時候 也可以去改主要的配色是什麼 主要的配色是什麼 比如說設定成橘色啊 還是說你要自訂顏色 都可以去自己去設 所以說它這個提供了蠻多的一個個性化設置的部分 這是ZenUI 3.0的一個主要的更新 那再來就是 再來ZenUI 3.0它還多一個叫做遊戲精靈的東西 我們可以在設定裡面的 ASUS個人化設定這邊我們可以找到 多了一個這個 這個Game Genie的設定頁 那就是當我們如果是執行這個遊戲的話 它就會自動開啟 那這個程式它可以幫助我們 比如說可以進行錄影 或是直播的一個功能 它其實有點像那個 三星在Galaxy S7推出的那個 浮動的遊戲裝格 假如說我們隨便開啟一款遊戲 比如說這個 AGR.IO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它畫面左上角這邊就浮出了一個 遊戲精靈的裝格 那這個我們可以把它拖移到任意位置 那我們點開來看呢 其實可以看到有幾個功能 首先加速性就是你在玩遊戲的時候 它可以幫你把其他後台的效能先清除掉 讓這個遊戲的運行是有最好的體驗 那再來就是提供一個直播跟錄影的功能 那就是可以進行現場直播跟本機錄製 那現場直播的話 還可以連結到你的YouTube或是Twitch的帳戶去做連結的 我們先按本機錄製 那開始錄製的時候 其實它還可以開啟這個前鏡頭 我現在有個相機的錄製 當我們把它點開 你會發現還可以多一個前鏡頭 那你就可以錄 也可以加上 也可以連同自己的影像去錄進去 那我們現在先把它關掉 它還有幾個功能 我們先暫停錄製 按暫停錄製 我們看它還有幾個功能是 它可以搜尋 比如說它其實就是搜尋 你看你玩哪一款遊戲啊 可以搜尋這些遊戲有什麼 什麼攻略 或是有影片的部分 有什麼影片可以看 當然這個功能算是 一個比較附加 一般它主要提供的功能 還是這個內建的錄影 這個比較實用 那其他只是一些附加的功能 那設定的部分就是可以去選擇 比如說你要哪一些遊戲 是可以要啟動這個功能的 像Candy Crush這種遊戲 現在已經不是那麼熱門 那你可能玩它的時候 你可能不會去使用到這個遊戲機靈 那你就可以把它關掉 那你下次開啟的時候 這個遊戲機靈的浮動窗格 它就不會顯示 所以這是ZenUI 在遊戲這邊做的一個小小的更新 那再來還有它就是 你看向下拉打的時候其實 你會發現 向下拉它下面會做一個模糊處理 讓你可以專心的在看 你向下拉的通知啊或是快捷的設定 但是我還是覺得這個模糊處理 做的不太好 因為你發現 你向下拉 我們拉通知的速度通常都蠻快的 可是你看到那個模糊的程度 我是覺得 好像有一點點太模糊 因為實際用起來 我會發現說 當我每次向下拉的時候 它突然瞬間變模糊 我都覺得我的眼睛不太舒服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效果做得很好 但是希望它可以再柔和一點 或是說不要那麼快就變那麼模糊 那再次因為3.0 基本上在2.0的大部分功能 都被保留下來 比如說這個 這個ZenMotion 我還是覺得它是一個很實用的功能 可以雙擊關閉螢幕 或是雙擊喚醒螢幕 那我現在有指紋解鎖 我就直接用指紋去解鎖 那ZenMotion的部分 在C屏的時候 畫一些字母開啟特定的用程 我也覺得這個蠻方便 那加上我這次Delast有6GB的RAM 所以它的啟動速度會更快 比如說我現在示範 當我們畫螢幕上畫C的話 就會立即開啟相機 我們可以看到它開啟的速度 其實是蠻快的 那所以說 這個功能算蠻實用 再來ZenUI 2.0的部分呢 基本上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是螢幕截圖 我們可以把最近使用的 應用指示鍵設為螢幕截圖 就是我們可以按這個多功鍵 快速長按就可以立刻截圖 我認為這是一個蠻方便的功能 所以ZenUI在早期 大家會覺得好像它沒有什麼特色 就是頂多把一些 一些圖標做扁平化的處理 但是 所以這2.0、3.0的推出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功能 已經是日進完善了 它更符合人性化的功能設置 然後在3.0也加入了 遊戲精靈以及這個桌布主題的 個人訂製的一個功能 那在ZenUI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功能 就是它們 它其實有很多內建的這個APP 那這些內建的APP 基本上已經讓我們少下載 非常非常多的第三方應用 那其中我最喜歡的還是這個自啟動管理 自啟動管理的部分 就是可以去控制哪一支程式要在背景執行 那其實這個程式 因為它做在 它已經是算系統內建的程式了 所以說它在管理上是最為有效的 它比起我們下載什麼第三方的 效能優化軟體來的有用多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你要設定哪一支程式 可以允許它在背景執行或是不要 這都可以去設的 像說預設的這些程式 你也可以去個別的設置 所以說是相當的方便 然後它的動態圖標也還不錯 像說天氣的部分 這個溫度會跟 這個溫度跟天氣的圖標會即時顯示 然後時間的部分 這個也是現在的時間 可以看到4.35 所以這動態圖標 這個也是還蠻不錯的功能 那這等級就是預設它這個主題的話 在對於其他應用程式第三方的部分 它的一個 一個圖標就沒有做明顯的優化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 在其他程式這邊 就顯得稍微比較雜亂一點點 那如果你有在另外更改主題的話 你才可以去設定 比如說它們統一要是什麼形狀 這樣子才可以去做設定的 那但是最後我認為ZenUI還是有幾個小小的地方要做改進 像是這個APP 這個APP 這個APP雖然它提供很多很實用的功能 但是我認為有一些東西其實還是可以不要去預載的 當然它可以讓我們停用 比如說像這個ASUS 買ASUS這個 這個其實是一個 跟華碩客服做連結的應用程式 但是其實我們平常不太會去用到它 所以我是認為說 它其實可以不必要預載就裝了 那再來還有一個Sprinted Sprinted的這個程式 其實我們就可以開啟這個綠藍光護眼 那這樣我們又少裝一個藍光綠波器 所以我認為 華碩ZenUI它的應用程式其實很多是不錯的 但是就是數量稍微有一點點多 我們認為只需要我們 一般用戶需要的功能大部分就是那幾個 那裝太多的應用就是覺得會讓人覺得好像有點亂的感覺 那再來就是 但是不太知道為什麼華碩那麼喜歡這個系統更新 雖然說系統更新對於手機來講是蠻重要的功 但是我認為 這個在這一個裡面它的系統更新放的有一點多 一般我們只覺得要更新系統 我們一定是滑到底按關羽 然後選擇系統更新對不對 可是各位可以看到在 關羽的上面這邊還有一個系統更新 可是點下去其實是到同樣的地方 我就不太有點不太理解為什麼 為什麼它要做那麼多系統更新 因為各位大家注意看在桌邊這邊有沒有看到還有一個系統更新 這個點下去去哪裡 點下去還不是來那個系統更新 然後比較討厭的是 這個程式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停用耶 不能停用 OK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它要用那麼多系統更新 當然華碩另外還是有好處 就是我們可以把應用程式把它隱藏起來 所以我們就把系統更新隱藏起來 OK這樣就不會那麼多系統更新了 但是還是有兩個 這是我個人一點點的小意見就是 就是 其實就是他們重複的東西有一點點太多了 但是 它的一個邏輯 一個操作的邏輯思路又不太一樣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我們剛剛舉那個自啟動管理 就是可以控制應用程式是否在後台啟動的那個程式 但是今天我要找它的時候我發現我常常找不到耶 這是我 這是我使用華碩人員無愛最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每次要找自啟動管理結果都找不到它在哪裡 那當時我就覺得 它應該是在智能管家裡面 應該這邊會有個自啟動管理嘛 它應該算 它應該算是這個智能管家裡面的程式 可是發現 怎麼沒有 結果後來才發現原來它在全線管理裡面的自啟動管理 但是就當下就找不到 然後後來我 我又覺得自啟動管理應該是跟電池有關的 於是 我就去設定裡面的電池裡面找 然後電池裡面發現沒有我們按目錄 好像有省電模式那會不會在省電模式裡面 進到省電模式 發現省電模式裡面沒有 那剛剛好像還有一個什麼 電池效能最佳化 有嗎在裡面也沒有 所以最後後來我發現原來在電源管理裡面 這邊有個自啟動管理工具 但是這個東西明明就是同樣的東西 它一回歸在全線管理 一回又歸在電源管理 就是會讓人覺得好像 好像有一點亂 每次要找的時候都 就是找不到 然後在設定這邊搜尋這個自啟動 還搜尋不到 所以我就一直覺得這個東西 這個自啟動管理到底去哪邊呢 所以說 華碩ZenUI它的一個設定 可以再做精簡 然後統一分類一點點 這是我的一個小建議 不然每次找東西的話 都有點難找 不然就是會覺得 為什麼這邊也有那個東西 那邊也有那個東西 然後點下去有時候還不太一樣 我再給大家看剛剛那個自啟動管理 如果你是在這個省電模式 這邊按掃描 然後它這邊會有建議優化的東西 這邊也有一個阻止應用程式自啟動 那點下去又發現 這個自啟動跟剛剛那個優化有點像 可是結果是不一樣的 它這邊只有顯示已經勾選自啟動了 並不是去剛剛那個 那個自啟動管理的地方 可以讓我們做選擇的 所以說 我是覺得他們在設定的一個操作邏輯 是可以做更進一步的改善 不然這個ZenUI其實還蠻不錯的 因為你看它這些APP 其實它更新的頻率也都算很高 就代表說 他們一直有在傾聽用物的新生 然後功能也是越改越好 越改越完善 也越改越穩定 所以這是值得肯定的部分 那像這APP的這些 你要鎖定應用程式 這些它也都幫你設計好了 所以我說 其實用ZenUI它幫你省下 安裝很多第三方應用程式 所以說我們可以進行應用索阿拉比 然後我們也可以把 比如說顯示的行數 你要幾乘幾都可以去做改變 算是一個 一個功能很多設定也很多的 一個 一個UI操作介面 唯一的小缺點就是 這些設定的一個 操作步驟跟邏輯 可以再做更好的一個 同一個分類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的觀看